道領幕後手腦曝光 共犯位五千美金來台 警方昨天在台北大致維多利亞酒店 逮捕了道領案嫌犯米孩兒及潘可夫 其中已經偵訊完的米孩兒 竟然又把已經夠複雜的案情 扯入一名神秘男子 盧曼尼亞及的米孩兒 表示自己兩年前 在俄羅斯莫斯科 認識了一名烏克蘭籍男子 日前對方打來 詢問是否願意到台灣幫忙一點事 能獲得免費時速及五千美金 還說可以帶上朋友 想在生日前轉移的他 也是找了摩爾多瓦籍的 潘可夫在16日離開 最後他聯繫對方 獲得詳細的台北車站置物櫃位置 編號幾億馬 將裡面的行李箱拿走 再搭車到維多利亞酒店 沒想到還沒等到下一步指示 就先被抓了 兩個人都特別只有 然後有兩支犯罪工具 我們會查控 他說自己還幫兩名羅馬尼亞 集共犯購買來台機票 卻聲稱不知其他人來台動機 也不是行李箱給錢 我們的中心還會報道